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轻松做自己 你就是大小姐 欢迎收看 惠萍啊 我们做那个路边摊的单元 都很受欢迎 对不对 为了要证明 我们都不是视利眼 我们其实每天呢 也常常戴着帽子跟墨镜 在路边买小吃 干嘛戴帽子跟墨镜呢 我是这样啊 我没有啊 真的 你都这样震大光明去 没有 我是怕说有人找我合影 因为我素女 如果人家找我合影我都说 不好意思 不方便 然后人家脸就很丑 对 然后 因为反正你也不太会开电脑 你根本不会看到有人上脸书骂你 我不看 我会看到 不是 因为就是有脸书 因为我真的我不喜欢拍照 对 然后就写这就是 习日玉女林慧婷 是 苏妍 如果我在美国是真的都没有化妆 回来台湾我觉得会 还是要戴个假睫毛才能去买路边摊 很少买路边摊啊 就是人家会买来给我吃 我们命比较苦 我们就是自己戴墨镜去买的 好 其实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 非常热爱路边摊的大小姐们 来到现场介绍她们最爱吃的美食 好 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是 她真的有一点奇怪 你知道背后铃是很可怕的 大家都看得到吗 背后铃有两位 她怕别人都没有带碎 她只让一位进来 对 超富贵大小姐李珍妮 大家好 我是李珍妮 李珍妮是一个企业家啦 对 那个黄罐是真的吗 这个不是 这是我们家的商品 对啦 真的就真的太夸张了 对吧 对吧 她连几千万都带来本节目了 对 如果是带着一个真的黄罐 去买路边摊 那应该是台湾奇景喔 对 请问那背后铃是 你没看收集保镖吗 又不是带真的 干嘛带着保镖 她的脸都那么慈祥 你叫她不要那么装脸嘛 因为我其实平常出门 你有新的行业 照射 没有 不是 不是 我觉得 出门还是有一个保镖 保护我比较安心 因为我比较胆小 我跟你讲 有上电视一定要拿钱知道吗 这样还不会破外行情知道吗 很微笑耶 很微笑 大小姐 这位她是要来介绍路边摊 是 可是她身上的行头极其昂贵 对啊 随便说那个表多少钱好了 这一支表165 你看 我随便要比就有了 黑暴摊子来就来了 对 所以还是她最便宜的一支表呢 你吃什么路边摊啊 你看哪一支表情就摊起来做的 对啊 摊起来做 这艰苦 她哪有可能就摊起来做啦 真的要这样做啊 我觉得她戴保镖是怕我们两个抢她 好 第二位呢是极其尊贵的宝妈 我是那种 永远大家都不知道 我身上穿的衣服多少钱 然后我戴的多少钱 低调奢华 没错 你在防止她嘛 没有没有 我用保镖真的不行 每一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 好 接下来呢是乡土派的大小姐 杨秀慧 她拿起来叫乡土派 人家很低调的 她也带了两个 阿泽 阿文 还不快进来 非常愉快 跟她说完了吗 我有保镖 谁说她一身都是行头 我是跟你讲我无价之宝 其实她今天穿得很尊贵 对不对 无价之宝 没有价值 其实她 对啦 她如果不讲话的时候 其实看起来气质真好 真的 只是刚刚一节目一进来 她刚才脱口 你知道吗 我的天啊 你怎么这么说 小孩就要脱口了 不是 你有办法你再脱口一次 你看 你看 你现在穿不穿不穿不穿 你站起来刚刚 你看 不穿不穿不穿 不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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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们是那个前后期 没有 情敌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好 朋友 你跟同亚学会 都知道 你现在才知道 对 我都忘了 不好意思 我都忘了这件事 你还说呢 对 是音痛老师提醒我 你们不要这样 到时候我被人家骂 我跟你讲 真的 我跟你讲 就是我们利用人家 我没有 他利用我 我可以说 接下来这位呢 也是千金大小姐 刘雨昕 美胸大小姐 她有教大家怎么样睡觉 可以保持美丽的胸 她的漂亮 我们利用四眼 身材确实一流 接着这位呢 她是这个中姐 然后呢 刚生的一个小孩 还是非常美艳的 廖嘉宜 谢谢 谢谢 两位偶像好 这位是我偶像的 真的 她要讲小时候的 不要给她 不要回话 那我跳开不要讲这个 但是其实要吃好吃 其实你也是前几届的吧 我 我只是上一个世纪的 确实啊 对啊 95年嘛 那很年轻的时候 选好不要提往事 重点是我觉得 好吃的东西 其实在台湾真的要吃路边摊 不是路边摊 那你就熏掉了 所以很多香港朋友来 都问我说 那你们好吃的是什么 要去饭店 我说你是观光客喔 你如果懂得吃 就要吃路边摊 好 今天各位虽然来头都不小 家里也都很富贵 可是今天我们的路边摊 有那总统夫人都会 排队的路边摊 真的 好 总统夫人应该要给她特权吧 没有 其实她很低调 不行啊 大家一看到就要主动 这样才表现爱 大宇文姐去买一个路边摊 偷什么 口罩跟墨镜 那个官夫人去买 官网全罩是安全帽 不可能啦 人家不会发现 我们总统夫人不是这样 她都自己走 她都会帮一个隧婦在旁边 真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请司容来介绍 陈美鳌 美鳌有乐的主持人 佳永杰小姐 美食专家 蔡季邦小姐 各物团的时候 小姐也会过来 哇 这么多的名人造访 想必这路边摊美食 一定是大有来头呢 到底这碗粥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司容来介绍她最喜欢的路边摊小吃 对 我要介绍这个粥很特别 它叫五米粥 五米 就是有五种米 不是 是 没有看见米的粥 就是类似港式的粥 你知道 熬米 熬米完全 它们一定要熬到完全没有米 看不到米 就像粥水一样 因为它要熬四到六个小时 可是一般台湾人在吃 是属于广东粥 它这个是金门粥 其实金门粥也是 台湾叫做暗 暗 暗 我们宜兰人叫暗 暗 那是暗的 没有米粥 对 我感觉你的粥而已 他这我跟他都没粥 你咋溶的嘛 你咋溶的嘛 你咋溶的吗 我不知道 先吃啦 先吃啦 两掉不好吃 请问这个金门粥的好处在哪里 金门粥的好处 第一个我觉得要介绍两个特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很像广东粥 对 它看不到米 然后它的那个汤头 全部是用大骨去熬 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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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你台语说不好 对 我说你也知道 对 对 我已经很了解 你还要帮我翻译耶 对 还有就是金门它们有一种 这个这里可以看得到 有加那个肉丸子 我要捞一下 就是手工的肉丸子 看起来真的很手工 因为它是不规整的 它不是一个丸子 它是肉丸 它白色那个是什么 白色那一条是什么 蛋 然后这里还有什么 这是猪肝 还有贡丸 我觉得它那个做法 就是港式的吉地粥 对 对 可是我自己在猜说 是不是要加一些葱花 或是香菜的酱汁之类的 对 因为我买的这家是不加的 它就吃原味 而且那个老板很 他蛮帅气 他很讨厌人家加那些东西 他说连胡椒都不要加 他坚持要原味 对 他说他那个大骨汤头非常棒 各位大小姐 请来过去 可以吃 可以 珍妮 让你拿这样的碗 不好意思 真的 没关系 你没有不曾见过这个碗吧 有吗 有吗 你也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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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谢谢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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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肉片 还有肉片 没有白色的那个肉片 还有猪肝 你对这个粥着迷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也有别的名媛去吃吧 有有有 其实像我的好朋友 就是那个美食专家 阿芳老师 蔡继芳老师 他也非常推荐这一家 那另外像贾永杰 他也是这家的常客 可是家路好像满满 还是在路边吃着 可是因为他很特别 就是说台湾吃不到 就是像以前就是 很久以前 大概四五年前 我是去金门第一次吃到 金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粥 都是五米粥 然后我去吃的时候 第一眼印象就是 他那个没有米 还有那个大骨汤 就是深深的吸引我 然后 其实在那里发生了一个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说 是吗 因为之前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去整形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很怕素颜 就是去买路边摊 你现在不是就素颜了吗 你有啊 我可以是素颜 辣辣 你很善良 你看这个粥这么厉害 真的 这个粥吃完之后 主持人讲的话怎么会甜 怎么会甜呢 真的吗 因为我的音乐后面 会有别的话少过 那你有去吃过路边摊吗 有 我常去啊 有跟菲哥去喔 我只能講說她蠻可愛的 她出門其實都不太帶錢 對 都是妳付錢 不是 我真的很不喜歡 不帶錢的男人 她是用卡嗎 不是 不是 她就是她身上 都是只有百 兩百塊 然後我就問她說 我有一次跟她去吃飯 然後我就 因為剛好就吃了兩百塊以內 導播 我以為她的表情 好 來 請繼續說 沒有 芝蓉講話 導播 妳提個 對 旁邊煮燒的表情 真的 妳要不可以嗎 然後妳就會 然後繼續不要看 讓她看母豬 對 來 然後就是付錢的時候 因為我們吃的是兩百塊以內的東西 然後付錢的時候 她就從口袋裡面左掏右掏 然後掏不出錢來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是不是應該要付錢 因為才兩百塊 對 然後她最後就是 終於從她口袋裡面掏出 兩個皺巴巴的兩百塊 付錢的時候 她自己還說 她就說 因為她是肥哥 然後她就說 大家都認得她的臉 所以她其實 所以可以繼續說 不是 不是 所以她說她幾乎 她都不帶錢出門 所以她每次在路邊 在餐吃東西都有人請她 我一直知道 妳想說一個都不帶錢出門 真的 為什麼這世界上 還有那種天真無邪的女孩子 男人出門不帶錢 她還 那個少女就慘了 我可以告訴妳 她不愛妳 愛妳的男人出去一定會帶錢 對啊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 妳有沒有看過皇帝出巡 沒有帶錢的 沒有 差不多就那個意思 那不是現在人 對 那是古時候人 對 吃粥還可以彈八道 對 這樣就要 這樣就要 這樣子吃粥吃成什麼味道 這些都帶妳去的時候 又不帶錢 酸甜苦辣 真的 酸甜苦辣在這一碗粥裡 我真的就是想 要那個放鬆心裡好好吃 我真的一定要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粥 它很厲害的原因是因為 它有台灣味加廣東味 重合的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講五米粥 我在想為什麼要講五米粥 因為我從小到大 吃到的廣東 就本來就是沒有米 真的 我們在家裡面學會熬的 本來就是熬到沒有米 我們才叫做粥 這位大小姐她真的很愛吃 真的 真的 妳會聽過 人家人起來 她說妳是要吃粥還是要吃粥 她說當然我要吃粥 我來吃粥也好 結果帶她去吃韓雞麥 她就是這樣 這對她來說就是 真的嗎 對不對 對 真的我從小到大 我爸媽都不給我吃 沒有 因為 我生病才吃粥 因為她平常都吃鮑魚魚 是 所以現在感覺這個非常好吃 這是人家的味 不要不要贏 不要贏 這個幫你們打包給珍妮帶回去 好 謝謝 沒有錯 快點贏 她的工 這一碗工多少錢 這一碗工七十元 真的耶 還沒吃到 還沒吃到 合結你耶 這泡飛到國雲門去 不用不用 我覺得她的特色是在 你想到一個粥裡面 她那個蛋是不是是荷包蛋 太厲害了 真的 你不要告訴我們在哪裡 大概講在附近就好了 在那個中和的景安捷運站附近 不是 去金門嗎 這樣講就講出來了 金門的 媽媽 妳一定腦袋還沒恢復嗎 機力不太好 我上次去金門吃過一次 我就愛上她了 就是很有名的那一家 而且妳熱熱的吃 真的 吃得夠多 吃得上人也看人 沒有 我說得好都刷牙 都刷牙在這邊 都刷牙在這邊 那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粥 而且很好吃 而且是很道地 就是你把它當補品的話 可能比吃其他補品還會更好 因為很多人白痴 對 然後它道地的原因是 因為它就是金門人的老闆 然後在台灣來開 所以現在就不用飛去金門人 各位觀眾朋友 也許你會很懷疑說 那它在哪裡 你自己去找 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 你說警安捷運站 對 警安捷運站 你就走下去 看哪裡有排隊 來排救生 對不對 對 好 謝謝思勇 謝謝 接下來我們的美兄大小姐 劉怡欣 要介紹的路邊攤 是她最愛吃的米苔木 喬那熱氣蒸騰的樣子 就好像Q彈的米苔木 再邀請你趕快吃它 真是讓人胃口大開呢 許多藝人像是觀影啦 天心啦 還有冰冰姐 也是這兒的常客喔 謝謝劉怡欣 是 我要介紹這一家 是由我從小的回憶 因為小時候 我們家就週末會去看電影 它就在林森北路那個影城 看完電影就走走走 走到隔壁的隔壁那個轉角去吃 這個米苔木 聽說是在晚上它才出籠的 對 就是你看完電影晚餐之後 因為那一代好像都是 經營夜生活的比較遠 越越美麗 對 所以你大概六七年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 大概七八點之後才有 對 然後一路到宵夜 而且它的米苔木 你看起來就是平淡無奇 就是白色的東西 但是吃起來那個口感QD超級厲害 好 看起來就是白白的啦 對 沒有吃啦 會有感覺 其實米苔木 因為鹹的或甜的 我都滿喜歡吃的 加在冰裡面 我也喜歡吃甜的 對 好好吃喔 有沒有哪一些名人 也是這一攤的常客 像舒淇啦 觀影啦 然後還有冰冰姐 就是各個年層的都有 我覺得太多人吃這家米苔木 對 而且這家米苔木 它最特色一點就是 它門口擺滿的那些小菜 切滷味那些 你就知道這家的米苔木 是全 我不敢講啦 晚上的時候 是最多人去吃的 對 來 大家分享 現在小吃店很怕沒米苔吧 因為這樣可能就會有 聲音太爆門了 小吃店也要開發票的問題 那如你一定不相信 我吃過這家店 真的 我真的不相信 真的 我吃了一次 因為那天我剛好去 去那個臨森北路附近 去 應該是去看電影 然後看完電影我就覺得 肚子好餓 然後就不曉得要去哪裡吃 然後就 怎麼好多人在排隊 然後就決定進去 然後跟著就找個位子 最近交的男朋友比較 對 對 還說對了 你現在講比較浪漫 對 比較浪漫 你看電影會帶保鏢去嗎 不會 就在互拍 看電影帶保鏢 然後跟他男朋友坐在他們中間 對 手音樂器就要打 分散在前後左右 還有四個 快了吧 那這個湯頭看起來 雖然是白白清清的 可是裡面是有很大的功夫 對不對 就是 你知道其實這些 大家都覺得米苔木好好煮 其實這是很多功夫 因為他們每一天 都要熬很多個小時的大骨湯 才能夠去做湯底 然後你會發現 它的米苔木就是它很大一個鍋對不對 然後布丁的 這個米苔木不是有功啊 不可能會這樣子嗎 而且它很Q 你會看這樣Q 對 白白泡泡 它有明明它弄是不是 很Q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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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老說 而且它還有乾的米苔木 對 超好吃 而且其實現在台灣有很多小吃店 你只要看它就是 它的成立的年份很久 就表示真的好吃 你知道我吃這一家 其實是早在上個世紀 沒有 因為其實 2000年以前 對 對 對 在那個年代啊 你半夜三點去還要排隊 而且它即使就是泡了這麼久 可是你吃到它本身 其實不是Q的 不會就是粉粉軟掉 這家店我吃超過15年 對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小吃 最驕傲的一點就是 其實你看它只是一個 在林森北路一個小攤 但是它的攤子越開越大 對 然後我會覺得 然後每一次啊 你站在那個地方要點它的小菜 你站在那個地方 你心裡是紅派的 然後你要點奶藥 我要點豬 豬粉乾 然後大腸 然後豬心 豬舌 最常是黑白錢嘛 真的 我覺得太好吃了 這是在國外啊 如果你覺得你出國一段時間 你超想就想這些東西 對 這一碗米苔木還很便宜對不對 大概70塊 這樣不便宜耶 所以那家的消費稍微高一點 可是好好吃 值得 值得去吃 你對70塊沒有感覺對不對 對 好 謝謝益勳 很好吃 林志玲 周杰倫 他們是常來的 林志玲來過一次 這媽媽比較常來 廖家儀要介紹的是 平民大眾美味的代表 滷肉飯 喬老闆店員從沒停下來的手 以及店內隨時刻滿的景象 就可以知道這家店不簡單喔 難怪志玲姐姐跟周董也愛吃呢 好 位置的是廖家儀 我可以講一個鐘頭的故事嗎 好厲害 沒有 這個講一個 這看起來是平凡無奇的滷肉飯 倒數都有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真的對滷肉飯超有研究 好 你說 我家喔 我整理出 我整理出一個E-mail是 全台灣好吃的滷肉飯 然後列列全部都有 那我今天只是介紹的這一家 你就知道 這一家是有多好吃 最後一家 因為有名人常常去這邊吃 誰 超漂亮的林志玲 所以你看吃的時候還可以跟它一樣漂亮 大家要不要去吃 我想你這個幻想的很厲害 但是我要講一個算有說服力 因為我家以前小時候我媽是賣豬腳的 所以我小時候10歲就開始幫我媽滷豬腳 然後我對豬肉它的彈度 它的Q彈度 你看它吃起來肉感 你是專家的 我是非常專業 而且其實這個 我要介紹這個滷肉飯是 其實在我懷孕在香港的時候 我超想念滷肉飯 就想念這一家的 因為你這一家的滷肉飯 你吃下去 我跟你講它不只是它的 不同在哪裡 它不只是滷肉 它滷的汁很進去 而且它是三把跟那個肥肉 兩個是混合在一起的 然後它不會讓你 就是有的有那種肥肉在裡面 你會覺得說 很油膩 會有反胃的感覺 因為那些肥肉太多不行 但它是剛剛好 就是濃鮮合度 而且它的飯很Q 你知道飯也很重要 然後牛肉加上去之後 那個飯的Q度跟那個滷肉 還要粒粒分明 靜音剔透 然後吃進去之後 你會覺得說那個滷肉 自己要一直攪上去 你吃到那個飯 你不會覺得它白飯跟肉是分開 它是混合在一塊 你一吃就說 對喔 這才是台灣的滷肉 真的 你出過國 你就知道是滷肉飯 好吃的很重要 給你這樣說 這碗飯就偉大了起來 來 大家先來試試看 真的 真的 自己都好 這是在南門市場旁邊 對 對 你看到有人 要出口嗎 不用 你看到有人排隊 就知道它 就你看到很多人 然後尤其是中午吃飯的時間 那個人多到一個 超好吃 而且就是這家滷肉飯 老闆應該也不是很希望你來吃 而且我告訴大家 這家滷肉飯你要這樣 一大口這樣 滿滿的 你知道它那個肉汁 就是那個油汁的感覺 對 我覺得好吃的滷肉飯 你要冷吃 冷就要吃 對 你就會知道這個滷肉飯 有沒有油耗味 對 如果你硬的就要吃 它有油耗味 就是不是很好的 對 媽媽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在冷吃 如果不好吃的滷肉飯 它太油 它冷了之後 你會發現它有白白的在上面 對 然後不然都溝溝做會 然後你咬起來就會覺得說 我是在吃飯還是吃魚 對 我跟你講 真的有差 我只是講得比較實際 但是它是分明的 而且它肉汁都在裡面 你就會覺得說 哇塞 而且它的白飯真的煮得好好 真的 棒 好吃 真的 它已經冷掉了 可是還是說真的 在你的舌尖 還是粒粒分明 你看 它的飯 你咬下去什麼感覺 各位觀眾朋友 你聽我陳述 你都完全一目瞭 來 一個小時 它那個不用那麼長 我短短就好 它那個飯咬下去 就可能我們人 在彈簧床上面這樣 對 你的舌尖就是那個飯的彈簧床 對 你這樣咬就 阿倫比較Q 對 你有沒有吃過滷肉飯 有啊 我就是在飯店裡面的餐廳吃過 你知道我真的怎麼瓦得下去了 人家瓦肉飯一碗三十塊 你這飯店吃一碗要三百塊 你知道嗎 對 我知道 依馨好可愛 他在給你講之前 他就怎麼這樣子 對 他就說 我真的滷肉飯是在飯店裡 好嗎 然後我依馨說 可是我覺得這一隻 這一碗多少錢 這一個其實還好 45塊 算平下 這真的黏色 這貴一點點 我在五星級飯店吃的 肉飯好吃 現在知道做人還是要平民化 對 我覺得這個 吃的感覺是我 這一生吃的最好吃的 真的 我感動 我介紹你了 真的 因為我之前吃的都是 就是那種油耗味很重 不然就是 一定要熱熱吃 冷冷吃就覺得他已經壞掉了 真的 各位 你會發現他只要吃台灣小吃 他都沒吃過 都有一種感動 對 每個都第一名 每個都好吃 但我要跟大家講 除了我對豬肉是很專業之外 我對米飯也很要求 然後我都會說這家米好吃 你知道我是那種煮米 在夏天的水 我會放得比冬天還要 就是稍微多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飯在冬天的時候 濕度比較高 所以你的水要放少一點 這樣飯吃起來才會Q 好有說 夏天比較乾 夏天比較乾嘛 這要多放一點 而且其實 我跟你講 滷肉飯好吃的 真的只有在台灣吃得到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米 國外是說叫珍珠米 只有台灣的米好吃 對 所以你又再加上說 他們這家真的很會煮這個米 這樣密集起來 你才知道 什麼叫做滷肉飯 哦 滷肉飯 我們這也好 我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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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肉飯 我現在還很會煮 真的 好厲害 好厲害 夏天 你的感覺呢 呃 其實我們雞龍 寶媽 寶媽 沒有 寶媽 你如果躺著 我怎麼躺著 我怎麼躺著 那個不說滷肉飯 那個已經非常出名 可是那家的飯 就是比較軟一點點 對 我剛剛就覺得 它的飯是特別不一樣 我喜歡硬一點 你在吃 你會覺得 好像是不是它快要是不熟的 結果沒有 對 應該講它是粒粒分明 好 這是它的祕訣 好 謝謝佳怡 謝謝 謝謝 富貴大小姐 李珍妮要推薦的是 名媛孫芸芸也愛吃的蔥牛餅 到底這小小的美食 有多大的威力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名媛李珍妮介紹的 路邊攤 不是我們星星 你應該都是米其林三顆星吧 對啦 平常都是這樣 沒有啦 我其實很喜歡吃路邊攤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爸媽都不讓我吃路邊攤 因為他覺得路邊攤就是髒嘛 所以就是覺得說不衛生 可能很容易生病啊 或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爸媽 所以你自己腸胃不夠用 對啦 你常常吃才有免疫力啊 對啦 所以我爸媽認為說 所以你們家從小都吃什麼 我不懂耶 連連剉槍 連鵝六嘴 我都不知道 什麼就是剉槍啊 連連剉槍的佣人煮人 一打開廚房 然後七個佣人在裡面煮菜 對不對 對 沒有到七個啦 幾個 一兩個而已啦 哇 我知道了 珍珠粉果腹啦 對啦 所以我才這麼白 沒有啦 沒有 其實是 我爸媽叫我越不要做的事 我就越想要去做 對 所以其實這個蔥油餅 對我來說是一個 初戀的題目 因為其實是我的初戀男友 帶我去吃的 富家小姐都先愛上窮男人嘛 真的 其實會愛上他家的緣扁牛啊 因為初戀年紀 這個比較親的男生 也很難以經歷 很有成就吧 對 結果呢 其實那時候 就是因為我從小都是在國外長大的嘛 所以我寒暑假就會回來台灣玩嘛 那有一次的寒假 我就跟我的初戀男友從澳洲回來 那他其實為了讓我有感動 不一樣的現象 對 所以他常常聽我說 我都沒有吃過什麼路邊攤啊 然後他就決定存了他的零用錢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都是學生 所以大家都沒有很多錢 那他就讓我就是可以到處去買啊 就是在夜市裡 所以他 第一次看到夜市 那時候你已經二十歲了 什麼感覺 沒有 我那時候才十八 十八 第一次看到夜市也滿厲害的 來 對 然後我就很感動 他就帶我去 去了那個夜市 然後我第一個吃到的就是這個蔥油餅 那所以這個蔥油餅對我來說 記憶非凡 對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感覺 但它好吃嗎 非常的好吃 它跟一般的蔥油餅 我現在有點質疑了對不對 對 就是當中有包含它的記憶 跟它的故事 對 請問這是什麼夜市的 這個是在通化街夜市裡 對 所以這一攤很多 連那個微風幫的生魚都愛吃 我先問一下背後裡 他有常吃夜市嗎 你點頭或搖頭就好 沒有 沒有 沒有先套過 他有很難搞嗎 猶豫了 你問這樣想他 你問這樣想他 你們不要為難他 他可能想說明天就那個 你幹嘛這樣威脅人家 去逛夜市的時候 也會請保鏢在後面走著嗎 是不會啦 我通常就是 通常是男朋友跟我去 所以就是男朋友就是保鏢了 那如果沒有男朋友的話 我就會叫保鏢 他要直接自己去買就好 買過來要給我吃就好 我就不會自己去 他的生活我們真的聽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很難懂 我真的不瞭解他的明白 好 我們來試吃這個蔥油餅 好 來 我們已經分好了 謝謝 怎麼感覺好像煎蛋 對 其實它是 這個蔥油餅很厲害 就是它一整個荷包蛋 我最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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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是那個還沒有熟的 所以 所以它是外面烤的 它這個人家蔥油餅 有的是用烤的 對 它是用炸的 用烤的 它是炸的 這還不錯 這家 對 還要弄醬 這樣就有味道 這家太鹹了 這家我也吃過 真的嗎 我也吃過 沒有 它的醬料那種蒜蓉倒 因為它的這個蛋基因我 對 就是半熟的 半熟的蛋 不可能一個整顆這樣的蛋 通常我們的蔥油餅的包蛋 它一定是打散它 它都在上面 它整一顆 對 對 我跟各位保證 它的熱量是一般蔥油餅的兩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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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偶爾吃 可是我絕對吃蔥油餅 是嗎 就是去逛夜市的時候 就肚子餓的時候 就拿在手上就吃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還蠻很好吃 像這樣就過了 所以我都還要去運動 所以我不是很瘦 請問小姐這一個多少錢 記得嗎 這個加大的25塊 沒有加大的17塊 所以非常的便宜 真的 我真的記得 剛剛有貝嗎 我覺得這個蔥油餅的主角是 蒜蓉 對 非常好吃 這個蒜蓉沾醬 因為我們宜蘭人吃蒜蓉沾醬 所以有一種回到童年的味道 而且它旁邊 因為它是用炸的 它的皮感覺 對 是脆酥脆的 對 它就是外酥內軟 對 裡面還不會太鹹了 對 我的蔥油餅裡面 挖得太多鹽 好香喔 就是你吃沒有蘸醬 再吃一口有蘸醬 落差好大 對 又蘸醬 那個蘸醬好棒 我覺得這個蔥油餅 它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的那個後味 比較 我覺得比較感動 後味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前面吃的那個 我是像油包表 你找完之後它會在口氣感 對 那感覺是很棒的 就是那個蘸醬的味道 對 這位大小姐推薦的蔥油餅 真的很不錯 真的很好吃 可以去吃 好 謝謝李珍妮 謝謝 謝謝 董志成 王采華的老公 曾美青 天啊 是什麼店讓我們的酷酷嫂 以及眾多藝人成為座上賓呢 原來是傳說中的元寶水餃 喬顧客絡繹不絕的樣子 趕快請寶媽來介紹一下吧 接著歡迎美食之王寶媽 不是 我不敢這樣子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愛吃的 而且重點是 我每次有很多香港朋友來 他們都沒有很喜歡吃大餐廳 因為香港餐廳哪有輸我們台灣 對 他們就是要吃路邊攤 而且他們要吃 沒有門牌的路邊攤 就是你不要告訴他 這家店叫什麼名字 對 也不要連鎖店 但是重點是 他們很想要知道誰吃過這家 請問 就是人 我不曉得 我總覺得我們在介紹美食 我覺得我們在吃的那個味覺 和聽覺 就是在旁邊那邊解說的人要說 我跟你說 這個水餃 你知道他每一天 用那個手 用手去擀麵 然後你就回想一下 我們老一代的那些眷村的媽媽 每一天在家裡面圍著眷村 裡面大家一起擀麵 對 然後包水餃 現在很難吃得到的原因是 因為機器了 對 所以大家想要包多一點 不過那皮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不曉得我啦 因為我一直都從小 因為我也是在眷村長大 是 我很懷念我媽媽那時候 小時候包那種 對 皮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但是他又不會覺得很倫 對 但是是有口感的 但是現在其實要吃到 這樣子的水餃 好難 好難 可以吃了嗎 可以吃了嗎 可以 這個是酒王蝦仁水餃對不對 對 聽說裡面有整隻蝦 整隻的蝦仁 這讓我媽媽介紹就很想吃 這不是 這個是整隻蝦在這裡嗎 真的 麵醬汁很飽滿的 有 而且你們有沒有吃到一個水餃 是告訴你不要沾醬的 對 我們以前做下的水餃是 樹瓦 醬油 香油 不沾 不沾醬 真的 真的不用沾醬 它的皮很好吃 我超愛 對 其實手感的皮 對 全部用手感的 所以Q的皮 所以你看手感 它一天最多能夠包多少顆 對 你告訴你那個人 他們全家 全家就是爸爸媽媽媽 然後小孩子一全家在做這家店 那你看 就它是手工 我告訴你 再怎麼快 你能包多少顆 那它有外賣嗎 你可以買冷凍 可以啊 可以買冷凍回去啊 你可以 然後一顆是四塊錢 好美喔 總統夫人也曾經排隊去買 沒有 因為 那時候我們總統夫人 還在上班的時候 他們公司在這家店的附近 然後在南京東路二段 就是有一個很大很大唱歌的地方 後面巷子進去 那她的公司在那個地方 就她很喜歡吃 所以她大概一個禮 如果像我們這麼愛吃水餃 其實一個禮拜吃三次 我覺得OK 對 那我們總統夫人是一次 一個禮拜應該有兩次 對 搞不好那個總統大人 她也可能一年吃了180天 那個水餃 因為夫人是買回去給她吃的 她也在冰箱可能放了300次 我時常都說水餃啊 很多 各式各樣 現在很改良式啊 什麼樣的 但是妳再吃回來啊 妳還是覺得 老一代的水餃特別好吃 對 就是覺得那個口感 和裡面包的那個肉 完全都是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皮特別的Q 因為我平常吃的 都可能都是那種 很容易破掉化 黏黏的那種 黏黏的 然後爛爛的 對 或者是那種連鎖店賣的 也是這樣爛爛的 有啦 現在趕到水餃皮 不要掉下來 妳覺得水餃怎麼吃啊 所以它皮確實比我們 平常吃的要厚一點 對 然後裡面的肉 我覺得很好吃 很香 我媽在市場做生意嘛 那他們的手工水餃 怎麼樣叫好吃 你煮起來你會看到 它的那個餡跟它的皮 它是整個密合在一起 然後有那個凹凸的形狀 是很明顯 不是那種碰碰 也是過多的 這種水餃吃進去 你就會覺得僵僵 它沒有黏在一起啦 不要骨肉分離 對 而且你看 對 你看啊 它就是有凹凸的 那個形狀出來 這種是最好吃的 一定要你狼我狼 才要感情吃起來才好吃 而且咬下來 其實它這個餡裡面 也含水度沒有那麼高 有啊 有時候包得不好的話 一咬下去就是水 對 皮是皮 肉是肉 對 皮是肉 好 謝謝寶媽 謝謝 謝謝 好 先生呢 吃飽之後 一定又來一個甜點 好 先生呢 吃飽之後 一定又來一個甜點 對 超甜甜的 對 我告訴你 可是這不是鄉土料理 我告訴你 但是我跟這個老少賢瑜 你們老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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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年輕的老的都可以吃 好 介紹這種料理真是不得了 明明以前吃過 千千百百萬萬種的鬆餅 就不值得我今天介紹這一位的鬆餅 好 為什麼 如果你們等一下知道說 有比這個更好吃的 你來找我 好 來 各位 我們這樣桌邊現座 這個是小姐姐喜歡服務 好 這是 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非常優秀的一個長廚者 所有好吃的鬆餅 都是出自她的手裡 所以我非常愛她 因為我剛剛有好吃的鬆餅 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鬆餅的牛奶 來自林鳳穎 對 這成得很高 現在牛奶長 還有一個 不難能可貴的 為什麼以前你們吃到鬆餅 也一炸生 會覺得越吃越膩 那 其中 鼓 英國 其館 差別來購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用的發本有含鋁 有含鋁的東西 是 很便宜的東西 什麼叫chip 你說嗎 然後呢 我們的那個發本 不含鋁 是一般市面的六倍價錢 對 好吃的秘訣在這邊 綿密 紮實 不會這樣一炸一炸 都好 好快喔 除了楊秀慧之外 還有哪一位名媛 何麗玲 我跟你說 那個何麗玲小姐 不是我在黑白說的 你們剛才他們的人都可以請教 何麗玲是從來不吃鬆餅的 真的嗎 真的 他不吃甜點 對 我跟他 是不是 還滿鬆的 我有沒有講謊話 你說 沒有 真的 不過他怎麼都被我 嚇到了 他講太久 我已經燒焦了 真的 請問這家鬆餅 這家別的地方 這不是羅比達嗎 這不是 他非常有氣氛 去那邊吃鬆餅 再看方向 宜蘭非常讚 宜蘭 我的故鄉 宜蘭故鄉的哪裡 在那個 玫花糊嗎 附近 要看肉糊吧 你在吃鬆餅就可以看到 那個糊光塞射 好 那我們可以現做鬆餅嗎 來 請 這裡有成品在這裡 不要 我要吃這個 剛出來的 是剛出爐的 你們幹嘛這麼雕 沒有 還可以吃鬆餅 就要剛出爐 我昨天才看一個美食節目 介紹鬆餅 在中校東路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一直怕他烤焦 其實鬆餅要這樣子 顏色才好吃 真正好的鬆餅 外面是要脆的 然後裡面是要紮實 那路邊鬆餅 有的時候一個 五六十塊 其實裡面是空洞 那就是海蟹的發粉 其實你現在看他切 就可以知道 這真的很紮實 爸可以嗎 好 手撕自己乾淨的 手撕自己乾淨的 先借一半來 你先裝飾其他的 我不用裝飾 我也不用裝飾 我們都不用裝飾 不用不用裝飾 你用得像吃原味 鬆餅料先吃原味 後面再加一些冰淇淋 麵乳 這裡面是紮實的 對 你看 妳要盤子嗎 不會像那個 月球表面 有沒有 它裡面是紮紮實 黏黏黏黏 然後外面是酥的當當 還有一點焦焦 然後是不是 對 外面像餅乾 我要沾冰去 妳好會烤喔 那個爽梅 有沒有 要沾煙乳 真的要沾煙乳 好 這個冰淇淋也很紮實 應該要沾 結果它還沒有做完 我們就做完 這個鮮奶油也是妳自己打的嗎 我要加不 妳怎麼會碰 也是用淋淋的嗎 真好吃 你們要不要加點 綿乳再加鮮奶油 煙乳加鮮奶油 它那鮮奶油好好吃喔 妳要跟嗎 它鮮奶油吃起來很清爽 咖咖咖咖咖的感覺 我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鬆餅 會不會吃這個去宜蘭 特別去一趟 我要炒明 你們一定要加鮮奶油 它鮮奶油很好吃喔 真的喔 譬如說 可麗玲小姐也是 專門吃這個去宜蘭的 好吃 好像林慧平小姐也去過 真的喔 妳有沒有吃 有啊 我會吃嗎 好好吃喔 所以我開車到飲了 那我這麼說 哪一個說好好吃妳說 所以我放個鬆餅 因為林慧平小姐說好吃喔 說好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感覺好喝喔 要不要照一下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兩個錄完之後 要去吃米其林餐廳 我們為什麼要吃米其林餐廳 但是我覺得好吃 好吃到吃 我要介紹妳現在是要聽不懂 好話說 它的那個鬆餅皮啊 就是你看它 它是有一層厚厚的喔 我們在外面吃的 它只是上面那層皮 但它的酥脆是有厚度的 不是薄薄的一層的 沒錯 所以妳吃下去 像我們在吃那個 那個蝦蝦餅乾那種感覺 但是它裡面的這個麵包 又是鬆軟的 對 可是我比較愛它的那個鮮奶油 因為其實鮮奶油 很多人都不太敢吃 就是可能會怕胖或是太膩 可是它吃起來是很順口 然後你含在嘴巴裡面 它就溶掉了 好好吃喔 這一個差不多多少 真的嗎 我吃太多了 都非常便宜喔 它會配合當時時下的那個水果 這是芒果 山芒果 冬天會鬧草莓 對不對 不管什麼季節去 它會配合當時的水果 這兩百多多年 又有冰淇淋 又有水果 又有這麼好吃的鬆餅 吃到 夠豆腐果是吃到 吃到都對什麼 補化才行 有沒有 因為這個禮拜六就是 是不是 對 我真的覺得滿好吃的 妳吃完了又再吃一口 它夠豆腐果還在耶 真的嗎 對 它冷的也很好吃耶 而且 我真的好愛它的鮮奶油 好好吃 這邊還有 一包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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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做就鮮奶油 真的好好吃喔 每天現打 我覺得鮮奶油 只要真材實料都好吃 新鮮就很好吃 其實任何東西都這樣 只要真材實料 還有料選得對 其實沒有不好吃的 真的 好 非常謝謝秀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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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 接著呢 是我推薦的小吃 我們家就住在木柵區 所以這是景美夜市 非常有名的沙茶魷魚蒜 其實魷魚真的不適合在夜市賣 因為它很貴 對 你知道一份要150塊 因為如果你要選好的魷魚 那你就要選阿根廷魷魚 對 就用乾的魷魚泡完水 之後才來做菜的那種 那這樣呢是兩份喔 這樣一半也300塊 可是在夜市就還是人山人海 這也是傳三代的老店 來 大家來試試看 好 三代 而且喔 其實它的魷魚很粗 真的耶 然後呢 芹菜很粗 對 如果你把沙茶剃掉的話 就可以不要胖 好 因為 因為它就是 這個 這個是宜蘭的那個 三星的那個蒜 蒜苗 我覺得這個蒜苗 我沒有吃過就是好吃 好Q喔 所以它用的東西很脆 它的魷魚好好吃喔 只是夜市真的 這個價格很貴 300 好不好 可是它的魷魚很好吃 對啊 值得 真的 我在五星級飯店吃的 那個魷魚都可能只有這個是 對 十分甜蜜而已 對 而且一般八面賣的很多魷魚啊 它咬起來會就是很 就是沒有像這樣這麼Q 然後會咬不動 你會牙齒在那邊 對…好像在跟它拔河 我記得 在那邊咬橡皮筋 我記得我從大概七八十塊 吃到150 還是繼續買 很好吃啊 好Q喔 你聽看的聲音 好香喔 我沒有吃過這道耶 好脆喔 不錯吃喔 不錯吃喔 很好吃 尤其我是有路邊攤的品味 好 來 大小姐 也比五星級好吃喔 真的喔 可見五星級飯店多不好吃 下次我情侶 謝謝 謝謝 這是讓你吃到飽 這是高檔的路邊攤耶 對 很高檔啊 這150塊錢 而且他們祖傳三代 他們老闆說 叫我不要幫他介紹啦 因為會者麻煩 聲音已經很好 他們老闆是 好像他是這個 讀俄羅斯文的 是喔 然後他很辛辛苦苦 本來在做外貌 後來回家 繼承家業 可是其實啊 你看他這一盤料理啊 我可以感覺出 這個老闆應該也很愛吃 因為其實做菜啊 你要好吃就是 所有的料都要切一樣的大小 因為他都是一樣的大小 然後吃起來就覺得說 腰起來很舒服 就魷魚跟那個蒜 也是一樣 對 你有沒有發現嗎 然後芹菜也都一樣大 芹菜也都一樣大 芹菜也好吃喔 芹菜也好吃喔 沒有 沒吃過 因為他比較偏遠 在我們景美夜市 但是我景美夜市 我有去吃過耶 你這樣是不是大聲問說 芹菜 魷魚蒜在哪裡 然後就會煮給你 真的 可是每次颱風完之後啊 衝然後漲價 然後現在魷魚又大漲價 它怎麼回本啊 所以就這樣一盤三百塊啊 滿滿小的 對 滿滿三百塊的 對 好 這五星級可能要一千多吧 對啊 好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那這個 我已經滿嘴都是東西了 芹萍 來說說你的感覺 我目前停留在我腦海中的意向 那是鬆餅 Yeah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鬆餅 對 平常我就會非常喜歡吃了 然後剛剛我是把整個都吃完 所以我也來不及講話 然後我看我現在 對 妳剛剛都沒講話 我現在還一直看著我想 我吃太多了嗎 吃太多了嗎 但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為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 我們所有的食材 譬如說我們水餃 像這個魷魚 都是冷的吃 唯獨剛剛那個鬆餅 但是我們就在現場 所以他一定會贏 好 那鬆餅 今天你選一個吧 我覺得鬆餅 鬆餅一定要現場吃 對 所以一定要到宜蘭現場吃 你才可以吃到 它那個鬆餅的原味 而且我覺得我的蔥油餅 也一定要現場吃 對 那個冷卤真的不好吃 這比台幕也要現場吃 我的水餃不用現場吃 各位 我比較公平 其實今天沒有一道不好吃 真的 對 真的很難選 因為我告訴你 我有時候會說謊 不是 我有時候愛以前麵 我會說不錯 很好吃 可是有一個傢伙不會說謊 就是林慧平小姐 如果她吃完就表示 道道都好吃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